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今晚开始厦门陆江道片区开放了 陆飞花舞百年欢庆主题灯光秀 灯光秀将会持续八天每晚上演五场 璀璨的灯光点亮了厦门的夜空 共和党的百年辉煌 央视新闻频道今晚的东方时空节目 对今天晚上的灯光秀进行了直播 直播在十分钟前刚刚结束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看一下 央视镜头里流光异彩 绚丽多姿的厦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福建厦门以绚丽的灯光秀 点亮浩瀚夜空来展示陆岛风情 今天晚上的厦门全程点亮了 用一成的璀璨来共和百年辉煌 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前方的 总裁记者黄山 黄山你好 带我们去看看今天晚上的厦门吧 好的柴鹿 一成春色半成花 半请波涛雍海来 厦门被称为海上花园 可以说海是这个城市最灵动的一个元素 那么此时此刻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点 就在夜游陆江的游船上 我的右手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浪雨 左手边是厦门的窗口陆江道 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海陆空不同的视角 带您来感受陆岛风光重温红色记忆 在夜游陆江的游船上 伴随着轻柔的海风 陆江道沿线的26组建筑 用光束点亮了深邃的江面和夜空 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1981年 湖里的一声炮响 拉开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大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掏生依旧 但这座城市已然旧貌 换新颜 韩瑞红三叶 凌峰宴一城 三角梅见次盛放 这座花园城市 海豚竹浪 白鹿展翅 您可能不知道 目前有一万两千多只白鹿 在厦门安了家 这里还先后建起了中华白海豚 文昌鱼 利侯丰湖等自然保护区 近六成的陆地面积被划入生态控制线 如今的陆岛 人 鱼 鸟和谐共生 共享芳华 绿水青山 映照出百年大党的初心本色 跟随着白鹿 我们来到了 观音山国际商务运营中心 这片佇立在海边的楼群 就像一面面风帆 随时准备乘风破浪 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这里还是一片渔村 中国少年兴风队对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就诞生于此 如今 这里聚集了二十八家总部企业 厦门正不断发挥着 总部经济的磁吸效应 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 总部经济集聚地 眼前的这座建筑 就像一艘起航的金色巨轮 它是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也是2017年 金庄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会场 去年的12月8号 金庄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 在厦门启动 今年一季度 厦门对金庄国家进出口额 达141亿元 同比增长10.3% 开放的厦门 正竭尽所能 服务国家所需 不断刷新这座城市的含金量 此时此刻 一只白色的凤凰 正在穿越一栋栋大楼 振翅飞翔 这只凤凰也代表着厦门 披光踏浪 星向当 向着更高素质 高颜值 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迈进 拥抱海洋的厦门 是我国的重要港口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厦门松宇集装厦码头 这里的集装箱吞吐能力 世界一流 巨轮是这里靠拨的常客 入夜也繁忙依旧 截至2020年底 厦门集装箱吞吐量 居世界第14位 拥有157条海运航线 通往全球149个城市 横卧在海面上的这座大桥 是海舱大桥 滑灯初上 大桥如蛟龙腾空 七彩变换 改革开放以来 厦门岛内外的沟通链接 就依靠这些跨海通道 几天前 厦门开通了第二条海底隧道 四桥两岁 让这座城市撑开股价 跨岛发展 穿过这些跨海通道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厦门岛外的极美区 静谧的杏林湾上 一轮明月从水面升起 月光环洞 好似时空变换 在月光环的后侧 是极美星城 这里是厦门跨岛发展的生动样本 现在极美市民广场 已经变成了歌声的海洋 一千五百架无人机 也在夜空中勾勒出党旗飘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枚党徽记录着一百年来的风雨辉煌 凝结了我们党 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 星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正是扬帆起航时 璀璨观影 也照亮了这座海湾城市 在新征程上的期待和梦想 此时此刻 精彩的灯光大秀进入了高潮 海岸观线穿梭 海面光影流动 陆江上的游船 也加入了欢庆模式 这两座耸入云霄的塔楼 是厦门的双子塔 他们就如风帆旗帜 守护古浪 现在星星之火蓄力上升 万丈光芒 闪耀永恒的信仰 厦门用艰苦奋斗的百年巨变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 今夜 我们在厦门 共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祝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再谱新篇章